近期呢受到同行诸多关注的火星演唱会 要娜呢非常的有幸能参与到这个演唱会的一个主体架构的定制 那么在受到客户的一个要需求的时候呢 我们首先在前期呢是派出了两名的高级工程师 分别是锅工跟弹工呢去到海南看车现场 也为我们或许的工作呢进行保驾护航 这个舞台呢是要搭建在游乐场外部的草地上 那么为了不损坏草地的一个植被的话呢 我们取消了就是采用常规一米尺寸的铁板 采用了两到三米左右的铁板呢在其底座 有效扩大了面积的分散压力 同时呢也对我们底座的一个稳定性起到很大的作用 这个演唱会的舞台呢采用呢是常规的雷亚舞台 那么最大的亮点呢就是连接加舞台跟主舞台之间的时空之桥 客户给到这个概念的时候呢 他的要求是做一个多维度弧形的架子 同时这个桥梁的总跨度呢是在103米左右 其中呢我们要他是要求我们在22米之间呢要挂中4吨的沉重 这座时空之桥呢有一大独特之处呢就是我们实现了多维度的弧形空间 那么大跨度的多维度弧形空间的行架呢是在行架结构中最为复杂的结构形式之一 为了确保管间的弯弧精度呢我们采用了寒烟队顶尖的竖空拉弯机 精准控制每个旋转角度呢达到空间的多角度相关定位 承重4吨呢其实是已经是我们安全系数上面的一个范围里面 那么我们设计呢就通过整体方案的设计建模以及有限颜分析得出呢 原有的设计上呢其实他的一个承重是堪堪达到标准 所以的话我们在原有的基础上需要增加1.5倍的安全系数 以保证他后期的整场演唱会的一个顺利进行 我们项目前期呢会进行多次的一个模拟建模 以及呢有限颜分析确保整个结构的一个安全性 所以我们在生产完以后也会进行一个四搭 所以我们在最终呢现场搭建的这个过程呢是非常的顺利 就这样一座藤蔓纹路的桥梁拔地而起 成为这个演唱会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同时呢也受到客户的大力赞赏 药纳呢在定制化解决方案上呢是有相当丰富的经验的 在火星演唱会之前呢我们也为广东舞美在北京舞美展上 定制了一个不规则的多边菱角型行架 为观众呈现了舞美行业的蓬勃生命力 给网友也是在제를扫顾上吗 ожидается